你好 我是Kim 新年快到了 很多朋友都會問我 未來2015年他們的運程會是怎樣 哪一種算法會較為準呢 如果要講到準的話 就應該講止評百字 百字它的準確度是挨著百成多的 它之所以為這麼準 原因是因為它會組合超過一百多萬元 未有五代十國徐子平的止評百字複名式之前 至唐朝以來古人算命其中一種方法 就是以這個連枝 即是我們今天所講的新朝 如果我們用新朝去算命的話 基本上我們主要是會講這個神煞 即是我們所講的吉星、空星 而這些所謂的神煞 其實它們按年不斷循環 所以它本身就已經有它的局限性在 於是就有人把八字裏面的十神 就放進去裏面 即是我們所講的比堅鐵財、直神相關、正天財、官殺和正天忍 你一定會想 在現今全球人口超過七十億 斷股都不會區區只有十億種運動 話雖如此 其實新年用新朝去預測 未來的那年的運程 在我們華人社會裏面 早已成為傳統習俗 就好像我們新年去派例子 我們用那個例子去趕走那個年就一樣 不如我們現在馬上探考一下 未來的2015年的新朝運程是怎樣 術套的朋友分別有1939、1951、1963、197、1987、1999年 以及2011年的 以立春後為準日 2015年為月未年 是木羊園蜀土的太歲運仰仙大將軍 蜀土的朋友在2014年和2015年這兩年的運程相當不錯 不論是貴人 桃花也很旺 到2015年由於半合太歲 得到太歲的助理 所以容易得到上司和貴人的父子 桃花運也很旺 但感情上的桃花旺還旺 但都是一些墓水桃花 來得快就得快 尤其是1987年的套 有機會遇上桃花劍的 所以應該集中火力 擺在工作上來贏 熟套的朋友在2015年 財運方面也相當不錯 定決2014年的往期 在2015年有正天財運 所以除了一些正財之外 還會多了很多freelance、partime 一些賺錢的機會 總之對熟套的朋友來說 2015年是走運的一年 所以一定要好好把握他 當中以1987年的丁茅人是最好的 而1951年的套 因為金木雙刻 所以要貴肺 1963年的套 特別需要留意肝、膽、 吃少一點煙、早一點睡 和做多些運動 也可以考慮一下 配戴一隻金馬笛 吉星方面有金貴、碎綠、 象星、百座和天解 金貴和碎綠都是代表靜財和加分的 象星和百座是以星跡的 最重要的就是一顆星叫天解星 天解星是對解決分合非常有形成的 不論是健康上的問題 或是非上的 都是很有幫助的 空星方面是有顆白虎、 血印、天煞、天虹、 非連和浮沉的 聽起來好像很多空星 其實都是對一些 對我們的健康、是非方面有影響的 白虎、血印、天煞 都是以病 肚病、血光和意外的 譬如煽親一下、跌倒 或者沿用少許骨折 只要凡事小心 動作不要太快 有這些大星 其實就可以和風化成這樣 至於天虹和非連 這些都是是非星的東西 對熟透的朋友來說 在2015年會遇到很多麻煩人 但是你一定要忍 否則這些麻煩就會越攪越煩 只要你是肯忍 其實很快就會有些和義佬、貴人會出現 因為你有這力氣才會出現 浮沉會令你的水會有屈緣 雖然貴人可以幫你星期加生 或者多了生意 但是是非星就會令你屈緣 不妨可以唱歌底 等自己胎懷一下 還有整體來說 熟透的朋友來說 在2015年的運氣 其實是真的不錯的 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 是非不健康 尤其是骨 需要留意的月份 有容易的三月、七月、八月 只要有什麼趨急避通的方法 和風吹報復 常常可以瀏覽我的灰網 天生之燈心的 裏面的森子浸浪 或者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會定期上載一些最新的資訊 最後祝大家陽年賢好運 心想事成 心體健康 臺灣穩固 在我的家裡 我已經為了